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标股急先锋 我是主持人安琪啦 我是钟晓老师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先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钟晓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呢 也都欢迎到影片下方留言问老师哦 那回到今天的台股大盘 今天算是一个开高走低嘛 最后小跌了18点左右 然后盘中一度攻上2万2 对不对 对 曾经攻很高 但是呢 台积电亚AI虽然都有在涨 但是最后还是有稍微的小跌下来 那加上昨天凌晨的 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展开了 那老师我们应该如何观察这波走势呢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其实中场的时候是小跌 但是早上是开很高 对 那在这里IP股说实在还蛮弱的 那今天带头跌的是谁 就是四星KY 对不对 那我一直讲说四星KY季线还没有过 那四星KY一跌也带着那个创意跌下来 但是创意你没有注意到 1550块以下他就拉上来 创意还是最强的 我坦白讲 你们自己看K线也懂 很多同学都说老师这个创意不强 创意会跌到一千四一千二随便 你啦创意已经在这里 他是除息了嘛 对 可以放空啊 不爽你就去空啊 对不对 对 也有同学说老师那个爱普 赢到西朗了 那你卖掉啊 对不对 我们不卖啊 那现在是适合就是继续买吗 不要也不要继续买了 我们做一下冲冲乐就好 你手上有了每天买 对不对 每天买你也会怕嘛 对 对不对 就像上礼拜五你冲一下不是很爽吗 嗯 对不对 啊 一直买也没有道理 好 那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谁在买谁在卖 嗯 今天说实在尾盘的时候创意有拉上来 对 爱普也有拉上来 谁在拉的我也不知道 反正不是我们在拉的就对了 我们最多做冲冲乐了 那赶快订阅按赞分享 我会在这里告诉你筹码 上个礼拜五这个外资买了很多的这个爱普 买了700多张 嗯 那今天是开高没错 但是他还跟着杀下来 不过我认为爱普整个K线来说还是比资源强啊 是 还是比M31强啊 赶快订阅按赞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最高涨到2万2 对 开盘大概就2万2了 收盘的时候跌66点 老师为什么跌下来就就在这里震荡啊 对不对一个缺口啊 是 那你以为这个股票就是天天涨就涨上去了 不会啦啊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来说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尾盘也是小跌了 嗯 还好啦2317的红海大概也到了180嘛 我就跟你讲嘛180以上你就你如果100你空手的180就不要追了 嗯 哎呦拉回来买了 对不对啊 大概是这样你看今天最弱的是不是3661的四星 早上开盘我就告诉我的会员讲四星 哎四星今天跌蛮多的 对 跌8%呢 快要跌停了快要接近跌停了 好四星你看这一条叫季线 是 过不去 嗯 这里有一下puckpuck一下 对吧 你看他走横盘 今天是带量下杀 嗯 对不对 四星我又没叫你买啊 老师我有买啊 我买在2600 2600还好啦 2600是输不到哪里去的啊 那但是你买高一点哦有有的老师真的是30003600也买嗯 3000也买啊 2800也买2900也买同学你是你们家是开银行你们家是有多少钱 我们没有买那么多了啊 我们大概比较注重的是3443的创意啊 我问你创意是不是在这里就公布营收不好 对 对不对啊公布营收不好他也不跌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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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看6531的艾普 今天也是杀的跟猪头一样 但是尾拍被人家买上来 对 对不对你看 咚咚咚又被人家买上来 我们看一下 他也是受制这个叫季线 那他五日线 你看他这几天都在这里 对 差不多就300 345 我们就说342到360 375会不会过 我认为一定会过 那你如果不爽你就把它卖掉 我们没有叫会员卖就对了 那有很多同学在这里就是 这个嘴巴很酸 老师那个创意害死多少人 没有害死人 创意我们来来回回做 艾普害死多少人 没错我们550没出 但是我认为 艾普有机会到550以上 那当然除息之前 搞不好明天会拉 今天跌10块 明天搞不好拉10块 我们上个礼拜 有一些会员有做现股当冲 买345卖355 你们都知道 我们没有增加持股 不要不要增加持股 来看一下5351的预创 今天是不是 我是不是跟你讲 50块以下叫你不要卖 他杀到50块以下 今天又回到50 今天回到51块多了 对不对 今天6209的金国光 公布的营收好像不太好 5月份 但是很奇怪 1根涨停2根涨停3根涨停 这个涨停都不是我们买的 是 慢慢咚咚咚咚 跌了8根了 明天应该要攻击了 明天会不会攻击 因为今天量又缩了 对不对 他量缩了 你看他量缩的时候 那郁金光就也跌 就光学股都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金国光不会涨 你郁金光你会飞到天上去 也不太可能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个股 今天有一个外资 很用力 谁 他说那个 3017的旗红 旗红吗 调高平等 我跟你讲 在这叫你不要捧 连跌了7天 大概8天 12345678 会是调高平等 5日线过了没有 还没有 3324 今天拉很凶 对不对 跌那么深 跌了12345678 今天反弹 对不对 其实这种股票 他也不可能每天跌下来 他跌8天总得反弹一下 外资买代表前景 外资今天有没有买 我是不知道 不过外资 他上个礼拜五是卖的 外资现在又给你调生平等 外资就是有钱的大散户 外资很奇怪 3231的伪创 外资不是调生平等吗 那为什么每天卖 他现在都不讲话了 168 同学这个就是外资在玩这一套 2382的广达就稍微好一点 我没有跟你讲 他的筹码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也不要想广达会涨停 但是我也跟你讲了 广达在这里不涨不跌 其实是好事 为什么 让筹码稍微沉跌一下 就是不要涨跌 不要今天涨停明天跌停 我告诉你那筹码就乱掉了 好不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 今天那个5274 涨停 信华 对啊 信华今天 这一天有人当冲赔钱 那你为什么不今天冲 3443 这一天有人当冲赔钱 那你为什么不礼拜五冲 今天冲又赔钱了 对不对 开盘就买 没有啦 你按照标准价来买 258 不要每次看盘中高就想追 所以操作的逻辑很简单 这个就这样吐来吐去 没你是要怎样 对不对 好有问题赶快问 好 有人想要问5351的预创 他买在55块 他问说会不会被套牢 还是可以解 应该可以解套 是可以解的 你摆久一点 嗯 但我有跟你讲50块以下 叫你不要买 对 我讲得很清楚 我说50块以下都是买点 对不对 你刚才外资买买买买 买不上去 他就开始卖 他一卖就达到49块多 嗯 今天又51块多了 这种股票 预创 我本来认为他今年会到100 嗯 本来啦 是 但是我发觉 反正就走一天看一天嘛 50块以下真的不要卖 看55块会不会过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好 再来 好 再来有人想要问6799的莱杰 6799的莱杰 他说如果跌到137块可以买吗 莱杰最近有在有在涨今天有涨 我可以讲啊 莱杰是艾普有投资莱杰 对 你们都知道 那艾普投资莱杰的价钱 大概就在这个附近 嗯 所以你投资的莱杰比艾普还便宜的话 理论上是应该不会输钱 是 不过他最近量很缩啦 都几百张而已啦 好 那你如果说160的话 我是认为不容易 不 不至于说会套多深啦 嗯 没有他说他想要跌到137块以下 再买 是可以的买137这个数字 差不多啦 就是这边的低点 哦 差不多就这边的低点 这里有一个跳跨缺口 你看到没有 对 大概就在这里啊 哦 大概就在这里 好好再来 好 再来有人想要问说237的大同 有机会过60块吗 大同大同国国好嘛 对不对 啊 这一阵子有很 哎 70几块很多老师在介绍 对啊 我那时候就说 哦 你这个大同 你要买也买在 35块到70块 是不是涨一倍 是 涨一倍你要去买 对不对 嗯 哎 老师那回到50 50块左右 50块左右还好啦 哦 那50块左右还好啦 那就会不会过60块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过60块 那他要破季限 他要高过季限才行 他今年因为重电嘛 大同也算重电 他有资产题材嘛 嗯 所以他要过60块有机会 嗯 我不敢保证哦 嗯 不过以他这种K线来说有机会 啊 那不要去追高 你买在70几块我就不知道 我坦白来讲啊 我对他70几块 我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我现在整个IP股里面 我最有信心的就是3443 创意 创意 嗯 老师你不是说会到2000 那今天怎么会跌 我告诉你啦 再一根涨停 再一根涨停就2000了 那如果一到2000 那大家都抢着卖不是跌下来 嗯 所以他在这里 他已经沿着这个均线走 反正你就跌下来买 因为我认为大概就在1520到1620 现在这个区间 是 我跟你讲 那区间整理的时间会久了 嗯 啊 不可能马上就过了 要等他慢慢爬 就是 我跟你讲 股票市场是这样 涨上来以后他一定会整理 对 涨上来以后一定会整理 嗯 他从这里到这里已经涨了五成了 是 1100涨到 1100涨到1620已经涨500块了 对 对不对 很多的 不要整理一下 嗯 啊 老师他整理会不会跌破1400 不会跌破1400 嗯 差不多就在1500到1600了 越靠近1500买是越安全了 嗯 啊 不要去追了 好不好 啊 那明天有低点 我们今天有call嘛 1540买 明天有低点 我就 我今天没有买到的话 明天有低点我一定买 嗯 啊 那老师万一明天大涨了 大涨就爆涨 啊 就这样子啊 再来 好 那有人想问2368的金像店 他买在240块 有没有办法解套呢 240块有点累了 对 对不对 你自己看嘛 对 对 因为金像店是十几块涨上来的 嗯 涨到280几的 哦 这里反正我觉得很奇怪 这涨上来每一个老师都会都会讲 多好多好多好 等一下就被人理你了 对 不过我这样讲啊 嗯 他这波的低点大概在175块 对 他只要175块这边手稳的话 还有机会往往200跟220之间去做靠拢 是 大概就2借2借 你知道什么叫2借2借吗 就是稍微碰一下 2借2借 就是慢慢慢慢这样顶一下嘛 他应该也不会跌到十几块了 他要跌到十几块的话 这个盘就很难看 因为他是十几块涨上来的嘛 好再来 那这样金像店他要到多少他卖会比较好 因为感觉不太可能涨回240吗 最少200块以上 200块以上 200块以上 好 那这样子有人想要问6625的币印 他买在177块能不能解呢 老师不是跟你讲币印是那个做那个 卖门票的好像是吧 是不是 对 有没有 好像是 周杰伦如果在大巨蛋开演讲会的话 大概就会到170了 170 170 大概就到120了 那现在大巨蛋有没有人去办演讲 没有嘛 没有 对不对 那或者说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办演讲 有的很老的 举例来说张学友 张学友不是喉咙有问题 对啊 快要70岁了 哇 这真的是 哇 老师比张学友还年轻 老师比张学友还年轻 老师那你做到70岁还要不要做 我到70岁我身体还可以我就做了 我身体不行的话我也不要做了 对不对 你看张学友快要70岁还要唱歌 而且你知道张学友唱歌都用嘶吼 对啊 对不对 他说实在了 太拼了 费玉清到60几岁人家就疯麦了 对不对 江惠60几岁就疯麦了 王心霖他声音还很好听 人还很漂亮 人还很漂亮 他不需要疯麦 如果王心霖跟周杰伦都在大巨蛋的话 这支股票就上去了 因为他是卖门票的 最近因为周杰伦 不是周杰伦 张学友好像明年 不过我认为张学友 我有一点蛮欣赏他的 怎么样 他不是说如果说你买他的门票 全顿退票 真的哦 你们都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还有哦 你如果坐车到台北 你坐高铁也好 你坐客运也好 他那个这个旅费都在赔你 全部全部可以报销 全部可以报销 就是说 譬如说你买门票4000 那你坐高铁500 他退你4500 还有啊 如果说你订饭店哦 6000块以下他也补贴 不过要有 你不能说啊 老师我去住个饭店 就跟张学友要钱 要票据 没有这回事 就是你要那个时间 譬如说他是礼拜六礼拜天去演讲 不是去唱演唱会的 那你住礼拜五晚上 然后你要有门票 你没有门票 你去住 还跟人家拿钱 像话吗 对不对 那必应是 必应好像就是做这个演唱会的 对 那我觉得张学友是很拼啦 不过我欣赏他的一点是说 他的门票钱要退你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你的车费他补住啊 你的住宿费 他还补住一个晚上 他很贴心啦 还不错啦 对好 那有人想要问红康 3587的红康 他买在310块 想问老师能不能解套 最近没量 310块 310块很高 同学很奇怪 你们买股票 还几乎都买在这样的位置 对不对 199 199吃到饱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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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到327 258 328没过 在土节土节土节 310块是高了一点 对 不过看一下 他有机会回到300吗 280到300应该是会到 280到300 因为红康是做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也算IC设计 再算IC设计 所以还好啦 好再来 好 有人想问广达 2382的广达买在289 有没有办法解答 我有跟你讲 广达你创新高你就卖 我在这里 这里我讲过一次 跌下来又涨上去 我在这里又讲过一次 这里有没有创新高 有啊 创新高你就卖一趟 我是不是跟你讲 如果广达 跌下来到250 我宝宝会带会员买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一根就是 0百里涨停板 这一根叫涨停板 所以如果跌到这里 就有支撑 对不对 那现在因为盘不好 其实最烂最烂的 还是这个叫伪创 对 伪创那个猫 猫猫虫都破了 猫猫虫下面很多脚 一个脚 两个脚 三个脚 四个脚 五个脚 猫猫虫五个脚 现在这个一跌下来 全部都破掉了 所以我跟你讲 外资 外资就这 外资很烂 反正每次都跟你讲 那个预测 哎呦 3017的齐鸿 今天外资说上看一千多块 那我回去看今天外资 有没有买 看了之后 看一千多块 六百块应该买吧 那六百块还在卖的话 那看一千多块 就是骗你的 对不对 那外资如果有买的话 我们给他一点面子 就让他就不需要那么早卖了 好不好 再来 好 然后再来有人问6560的辛普罗 他买在38 然后又要问有没有办法解套 38还好 没有38是高点 你看他上去 他在上去那一根买的 就是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一根涨停两根涨停 第三根这样整理 回撤这个这个涨停的缺口 还算还算可以 38明天 今天说三四几 三四九 三四对三四 他唯一缺点是比较没有量 对 所以如果有几涨的话 小赚小赔 要出可以出 好再来 然后有人想要问3557的加威 在54块 他也能不能继续持股续报呢 加威 54买的很便宜 对他买在54 看要不要再续报 我跟你讲啊 这个是跳空档题 对啊 这个是上去 他大概在80块这边 因为有有一个投两个投了 对 那两个投了就比较不好 就几涨的话站在卖法 那原则上80块以上的压力有出来了 因为今天跌的蛮深的 80块以上的压力有出来 现在该卖掉还是该继续 如果你张数多的话 先出一半 先出一半 钱放口袋才是自己的 对 对不对啊 我没有叫你全出啊 钱放口袋才是自己的啊 再来 下一个有人想要问 4561的建春 他买在35块 也是问能不能续报 35块可以续报 你看啊 他是涨停板 对不对 在涨停板 下来这里有守住 对 其实涨三天了 60块以上啊 这获利出一半 嗯 好不好 60块 出一半 先出一半 先出一半 这一支老师可以注意一下 4561建春是做什么 建春是 45的好像是 跟汽车有关系 是汽车吗 45的是汽车 车用车用的 应该是车用的 因为老师也没办法看那么多只股票 说实在啦 我们看的股票其实已经很多了 对不对 今天还有那个什么什么 这个折叠机的 什么赵立啦 什么新日新啦 什么还有一支也是涨停板 也是大涨 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做那么多只股票 像6231今天继续涨 细微对啊 对啊 细微你看跌不下来 真的跌不下来 为什么会这么这么厉害 筹码好啊 也不是说他赚多少哦 他长到现在长到380几 长得比爱普还贵哦 不是说他赚的比爱普多哦 因为他筹码比较好 那爱普在这里来说的话 我认为最慢最慢 明年应该要小动一下了 最慢最慢出息以后应该有机会大涨 那老师对他的看法没有改变 那如果说老师对他看法有改变会写在里面 我认为555还是会过 就我得到的消息也是这样 当然啦有很多同学认为说 啊老师你很烂啦 这个这个这个爱普我告诉你 我如果跟你说现在爱普不好那我才叫烂 对对吧 对啊 见方转舵 对啊 总不能现在说爱普很烂吧 那如果爱普将来转到555的时候怎么办 老师要有责任 老师的研究啊 会不到555我不敢保证 不过我认为到500块绝对不是问题 好不好再来 没问题 那我们今天是问题先到这边 那有任何问题要怎么样的老师 有任何问题啊 到留言区留言 对对告诉老师 订阅按赞分享 老师会要1万个了吗 对要1万个了 快了快了接近接近 所以老师有跟你讲哦 我先讲好哦 IP里面我最看好的还是3443 嗯 对创意 跟他EPS没什么大关系 因为他EPS今年大概赚30块 你看3661 就比较差一点 对 这好坏看就看得出来嘛 好不好同学 不过如果要做事先的来找我 我会带你做 OK好 没问题 那就赶快去追踪老师的 Telegram标股 及先锋 W1788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订阅理财桌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